大家好,今天打算给大家来试穿一下我在AnotherStory买的一些裤子还有鞋子 然后我这次买了四条裤子,有两条是牛杂裤 然后一条是运动裤,还有一条是西装裤 买了两双靴子,一双是米白色的脚踝靴子 然后还有一双这种袜靴 首先第一条是Tresure Cut Crop 然后我买的是26号 它的裤脚就比较宽一点点 然后它是这种直筒宽裤 它这种牛仔裤的布料,它是比较软的那种棉质牛仔裤,是这么讲吗? 可能它应该说是含棉量比较高的牛仔裤 所以我觉得穿上去还蛮舒服的 然后这一边我的腰围也是刚刚好的 但是我觉得首先呢,因为我的身材是离形身材嘛 所以它这个裤管的话也会有点太大了 然后不显身材,好像显得我更加胖 然后也因为它真的是太残了 我都穿到脱到地上了,所以也显得我整个人非常爱 然后第二条我买的是这一个叫做 Keeper Cut Crop 然后颜色是这种水洗深蓝色的 我觉得在镜头里面看好像比它真正的颜色稍微淺一点点 然后我也买的是26号 然后它这一个也是宽腿裤,但是感觉这个裤脚没有只这样黑色那条那么宽 这条牛仔裤呢,我刚才试穿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它里面 它不是那种拉链的那种扭扣的 它这条牛仔裤的布料是趋向于那种比较稍微淺一点点的布料 然后我刚才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腰围这边其实还是蛮合适的 只是我觉得屁股还有这个裤胆这个位置呢好像布料稍微多了一点点 可能我的屁股还不够大吧 然后就显得这边有点怪怪的 然后它整体来说也是对我来讲太残了 这条是一条西装裤 它的质地是比较那种挺身的,还蛮厚实的 感觉冬天穿也不会特别冷,但可能夏天穿会稍微有点热 然后它不是那种丝绸质地的 可以大家看一下 裤款的名字是这一个 我这次买的是4号 这条西裤呢 我觉得它怎么讲呢 它首先致命的毛病也是太残了 然后它这边我觉得它会很显你的小腹 它腰围的话我觉得算是合适 对我俩可能稍微松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里面要扎进毛衣啊 或者什么其他衣服的话 那可能就会刚刚好 但是我觉得我穿起来也不怎么好看 所以还是会推了 最后一条裤子呢 就是这一种今年很流行的这种 竖脚的运动裤 然后它这条裤子里面是有棉的 感觉可能只适合冬天的时候出门穿 它这边是有这种竖腰带的 我买这条裤子的名字就叫做这个 我这次买的是S号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它有点太过于宽大还有太长了 所以我整个人穿上去就显得特别矮 好像那个腿也特别胖了 所以这条我是会退了的 这双鞋子呢 我本来预想是会很好搭很好看的 后来我才认清一个事实 我确实不是那种时尚博足 我觉得我自己穿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好看吧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不太搭配 所以这双鞋子我应该也会退了 这双鞋子呢 我觉得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我一开始以为它会很难穿上去 但是它这边是挺软的 所以很容易拉上去其实 但是因为我的脚背比较宽 所以它这边呢 穿起来的就会比较有一点勒紧我的脚的感觉 好,以上就是我的Another Storybook专业的视窗报告 下次再见,拜拜! 就是你的商业 是我政我一点! 那个宽阳 decía 悠然是随他 triggers